那它的這個在打的時候 有什麼它需要事先準備的嗎 對 這個地方便有兩個 第一個說你要打的時候 你要確定說 譬如說我們要打太陽穴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生理食鹽水把它填補 生理食鹽水填補起來之後 感覺那個量 正好就符合太陽穴的飽滿 所以我們才做填補 第二個是 確定百分之百不可以打入血管 也不可以移位 所以這個地方就用固定器 把它定位 定位 像我們嘴角要給它上揚 嘴角如果要給它上揚 你就要從這個凹陷進去打進去就好了 嘴角一定上揚 如果要做出一個看起來很順眼的存珠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中間去把它做填補 存珠就會跑出來 請問做存珠是可以有什麼效果呢 存珠就等於是一個腰身有一個弧形 聽說有存珠的人比較會開朗 或者是比較有這種說話的 可是打在嘴唇上 打在嘴唇上感覺還是會有 很敏感 零角嘴的話就還不錯 比較性感 對 看起來比較性感一點 所以現在打這種所謂的在臉部的話 就是華令紋特別多 還有一個是太陽穴 另外一個是眉間紋 因為眉毛的中間大家所謂的陰唐紋 所謂的眉間等於幽醜紋 看起來就是中間的地方最好不要有一個凹陷 換句話說它不只在填補 你如果打在華令紋的時候 你又可以填補華令紋的凹陷 更重要是可以拉得到12個地方 你的臉部的12個地方 包括所謂的淚溝 眼袋 眼下細紋 都會牽連到 意思就是10公分的地方 通常都會受到華令紋的地方拉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範圍全部拉得到 這個範圍連都拉得到 包括下巴的地方都拉得到 都往中間集中 是 OK 好 它的安全性是怎麼樣 院長 安全性的話現在比較進步 以前可能隨機拿一個針就打 現在要打的時候 還有一個確定要回抽再回抽的設備 回抽 我們馬上秀給大家看 為什麼要回抽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打 我覺得他是還滿失敗的 因為他就是要去打填補法令紋 結果打了之後他變成一個硬塊 就是因為不平 它兩邊不平均 大小 一大一小 然後他就很後悔 因為那個好像要隔很久 才會自動被吸收掉 所以就是不平均的時候 他就會 如果說真的是 一大一小 沒有找到合適的醫生 然後不成功該怎麼辦 我們先確定一個事情是 做這個治療一定要給它百分之百的 穩定跟安全 一定要安全 對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所以就要有所謂的安全裝置 安全裝置 OK 我們來看一下安全裝置 好 我們怎麼樣去確保它安全性 是最高的 是的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可以打入血管 任何不管是短效 長效 全部都要以安全為顧慮 所以我們打進去以後 回抽再回抽 確定百分之百沒有血液回流 沒有血液回流的時候 我們才把產品打進去 等於說沒有血濕 沒有 我們再做一次 就是說打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回抽再回抽 確定裡面沒有血液回流 沒有打到血管以後 我們才可以打進去 這樣才有辦法確保百分之百的安全 可是你安全之外就是 你打進去的材料不可以移位 所以我們要打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固定器 你打的範圍就是 我們要設定的範圍裡面 才不會移位 好 來 我們可能要給鏡頭看一下 來 所以這個固定器 加上這個安全裝置 就可以讓在整個微整形 進行的過程當中是 能夠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好 OK 那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的愛美的朋友去 不管是在房間 找這些醫美診所的時候 特別注意要有地方在哪裡 因為現在真的是林立 在台北市好多 現在很多的中南部也是很多 是的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你可以先做生理食品水的測試 請他做生理食品水的測試 自己先做生理食品水的測試 你打起來的時候 到底是移位的還是固定的 怎麼做 自己怎麼做 醫生幫你做 等一下 我想說 在家裡自己做 先做 幫你一次 先做一下 就是在去這個診所的時候 這個 可以要求 要求這個醫生說 你幫我測試看看是嗎 通常是這樣 醫生如果有自在的話 你也信任醫生的 如果說他打的話 純粹用手工的話 對 是比較會有一味的風險 不是每個材料說 都一定是 馬上做 馬上好 為什麼 因為你做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定位 然後它的時效性 可能是慢慢10分鐘 20分鐘才看得到特別的效果 是 所以這個地方 一定要先做一點 基本的測試看看 OK 好 做基本的測試 怎麼樣去挑選 適合自己的醫生跟診所 對 所以挑選的話 我們盡量的來選擇說 有用工具 比較安全 純粹的說 一個針拿起來就打 一個針拿起來就打 你不知道你打到哪裡 假設你都沒有工具 你純粹用一個針拿起來就打 這樣是很危險的 就是說你一打到這裡 它跑到A 甚至打A跑到B 打B跑到C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有工具 你才會精密 穩定的在那個位置 那你要怎麼來決定 就是說他醫生的方法 是否正確 他用生理實驗水 跟你測試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穩定的位置 骨移位 是 在做了微整形之後的 就是恢復期會多久 一般的大概10分鐘左右 你的腫脹或者是紅 那個紅大部分都是手壓出來的 我們在做的時候 手去壓的時候它很容易紅 所以你如果有固定器 去做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所謂的腫脹 或紅的現象 對 OK 好 那我們謝謝院長 也謝謝美麗的護士 謝謝Ruby Ruby 好 來 謝謝 玻尿酸大部分的停留時間 是半年到兩年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慢慢有所謂的改變成 你過去可能用的是短效的材料 可能只有半年到兩年 現在的這個材料 可能可以10年到20年 10年到20年的材料 它有主要像所謂聚品希希胺 那有所謂的一些什麼愛德梅 亞德梅 這個材料它比較有所謂的彈性